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透过实作案例 使大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优化功能 第三个部分是Q&A的时间 会让大家可以尽情交流互动 如果在活动过程中有任何关于HUB 8C35 Ultra的问题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 那我们会在Q&A的时间请Howard来为大家解答 那我们在活动开始之前 请大家先协助将自己的镜头跟麦克风关闭 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聆听品 也确保将者能够顺利地进行今天的活动 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俊亮 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年物联网制造机理的服务机址 大家好 我是俊亮 然后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一场HUB 8735 Ultra 国产IC开发方案的线上说明会 然后我们在说明会的开始之前 利用一些短时间来介绍我们物联网制造基地的服务机制 然后物联网制造基地成立到现在已经是第七年了 然后我们物联网制造基地在北中南都设有实体的据点 以及在地的执行团队 然后台北的话是在民生社区的科技服务大楼 然后台中的话我们是跟中兴大学合作 然后地点是在中兴大学里面的创新产业技国际学院 然后高雄的话是在高雄软体园区 是由中山产发中心的伙伴们来为大家服务 然后不管您是在台湾的哪个地方 都可以选择最方便你们的地点 然后来与我们做接洽 物联网制造基地是以AROT为核心 然后针对不同的面向 然后来提供不同的机制与服务 然后整体归纳来说会有三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就是大家最熟知的 我们会提供各种不同的国产IC工版 然后希望透过这些工版的 然后能让大家来帮助大家产品概念的实现 以及进行产品功能性的验证 然后如果您有在开发ALT产品的话 我们也提供关键性的诊断 以及技术资源 协助您加速从雏形 然后可以迈向准量产 然后或者是可以到商品化 或者是量产的阶段 然后我们期待每一项IoT产品 都能在市场落地 然后这部分我们也有与产业去做对接 然后希望可以把这些多元的IoT服务 然后来协助产业做转型 然后这也是我们物联网制造基地的 产业三制造的服务机制 然后物联网制造基地在前六年 已经推出了十款的国产IC工版 然后包含了最一开始的国产5168 还有DSI2598PLUS 是以NBLT为主要的通讯界面 然后这之中还包含了跟新唐跟网年 还有跟Hymax合作 还有Comec合作 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 也推出了Fylogic130 这是一款以语音辨识为主要核心的 国产IC工版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与雷姐合作的 毫米波雷达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有将5168进行了升级 然后有推出5168PLUS 然后也有推出了国产的Hub 8735 然后今年我们又将8735来进行优化 然后推出了8735 Ultra的这一块 国产IC工版 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 我们也会正式的推出原项的OMT sensor 然后这部分就请大家拭目以待 然后经过我们去年一整年的推动 Hub 8735 然后今年我们也将把Hub 8735做了一个优化 然后包含了Hub 8735 Ultra 现在的IC跟模组 都是在台湾在地研发制造跟生产 然后如果你们有承接政府的一些专案 或者是想要把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然后在IC跟模组都是在台湾生产的话 就是可能这方面是有很大的优势 然后在国际五线安规认证的部分 Hub 8735 Ultra也取得了多项认证 然后这个就是可以减少您之后 当您产品要推出的时候 可以解决您产品重新认证的问题 然后在硬体功能优化的部分 这部分稍后的正班科技的豪尔 会为大家来做详细的介绍 然后物联网造基地在IC工版的部分 我们会积极地去跟IC原厂做合作 然后针对IoT创新市场需求去选用 或者是重新设计国产来自业公版 然后推出之后 我们就会进一步去借接产业界的软硬整合商 或者是一些资深的maker 或者是大学院校里面 有在进行实作的教授或者是学生 然后邀请大家来一起试用这块国产IC工版 然后累计教案 然后案例始作等等 然后进一步希望能将这样的国产IC方案 能真的导入到产品里面 然后整体来说 我们的国产IC推动流程 就像今天的这样子一个 国产IC说明会开始 然后透过线上说明会 然后让大家可以了解到方案的特色 然后可以拿来做哪方面的应用 然后在说明会之后 紧接着就会在北中南3D开设 开设实体的食物圈宁的课程活动 然后如果您是热衷研究 ALT的相关方案的话 我们也希望可以邀请您来 与我们一起合作 不管您是对软硬整合电路设计 是擅长这方面的专家 然后也可以来协助我们的团队 然后来提供他们一些技术支援 或者是您是社群的同好 或者就是擅长运用这些多元开发板 来进行实作 然后也可以写 我们也可以积极地 跟大家合作来阐述案例 然后跟教案 然后一起来推广国产IC 然后在产品开发的服务机制 只要您有产品专案在开发 都可以跟我们制造基地来做联系 加入之后 我们会借接产业界的资源 然后提供您以量产为目标的制造 及市场性的评估 然后进一步的优化实作 然后并推到落地演证 在国产IC工具报的方面 就是大家可以上到我们的IDSH网站上 可以浏览到我们推出的 这些国产IC方案 然后可以看到基本的介绍 然后还有一些简介跟特色 大家都可以针对您的需求 来选用适合的开发方案 然后制造基地这边也提 开放免费试用申请管道 然后这样子的免费试用申请的 为期是六个月 然后在这六个月当中 我们的制造基地团队会定期的 与您做联系 然后去了解您的使用状况 然后不论您是使用哪些开发方案 我们都鼓励将您的案例 可以部分的或者是全部的分享到 我们的案例分享的平台上 然后如果您的案例是 有获得我们的审核 然后并上下的话 我们也会提供一些的奖励跟回馈给您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线上大家可以多多的运用跟推广 然后这是我们今年的物联网制造基地国产 SE推动的一个时程 然后今天早上的场次会是国产 HUB 87 Sunw Ultra的线上说明会 然后紧接着下午就会有一场 87 Sunw Ultra的食物全领 然后如果来不及报名的朋友们 也不用担心在5月7号的时候 我们会在中部中心 中部物联网制造基地 进行中部厂的食物全领 然后在5月23的时候 会进行在南部知道基地 进行南部厂的食物全领 然后原项OMT的场次 我们会在下半年的第三季开始的时候 就会积极的展开推动 然后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 谢谢Jenia的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请Halvard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是那个HUB 87 Sunw Ultra的一些功能 但麻烦好 谢谢 有听到声音吗 有 那画面也出来了吗 有 大家好 这边是正邦科技的Halvard 那今天主要是来介绍HUB 8735 Ultra的线上说明会 那前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我们正邦科技成立于2005年 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在迁入式系统 影像处理 还有无线智能的整合 那我们主要的生产跟研发都是在台湾 那无论是从我们国产晶片 国产开发的晶片 还有台湾制造的品质都是 都是一直持续到现在的 对 那我们在公控 还有医疗啊 教育 行车记录 蓝牙对讲耳机 还有一些智能护理 门镜对讲 还有一些那个自走车等设备 我们都有跟国内的系统整合上合作 那这是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比较注重的一些地方 就是AIoT的模组设计 然后影像处理跟镜头的设计 还有一些G-Sensor的演算设计 还有一些无线模组的设计 还有网路对讲 跟AOM的平台架构 客制整合 那软体方面我们也有AI 也在做一些AI的训练 然后云端管理系统 然后Wi-Fi的无线影像传输 还有GPS的Tracking 还有蓝牙BL1的Bitcoin管播 还有就是蓝牙对讲 Bluetooth的Audio多人对讲的部分 那这边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些介绍 那当然还有去年的8735这样子 那我们就先带过了 那Hub8735是因为 过去IoT的物联网 就让各个装置之间有更紧密的结合 那所以我们才会开始 跟那个支撑会一起决定 说从2022年年底开始一起 制作一个那个国产IC模组 Hub8735 那Hub8735是采用瑞宇的8735的IC 那它是少数具备多功能AI影像处理的高度集成模组 那它里面有内置一个NPU AI引擎 那以这个体积下的模组 内置NPU的也算是算是蛮少的 那它里面也内建很多pre-training好的一些AI model 那可以直接 大家可以直接用Arduino可以直接执行 那也可以自己建立自己训练的AI模型 然后去做我们去做转换 转换到8735可以接受的 的模式的那个 Binary档 然后我们再把它汇入就可以去 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这个东西在后面都会大概会介绍一下 那8735在去年 其实已经推广国内不少的教学社群 跟一些种子 那蛮多开发商都有 都有舒服的接触 那也反映了很多 使用上的一些建议跟 一些就是对使用上的一些建议 跟它觉得说可以再加强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跟制作会这边也推出了 第二代的HubHub 8735 Ultra 让硬体功能再优化 然后加强在大家开发上面会更方便 然后软体的普遍性 跟功能的伤转性 对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新的HubHub 8735 Ultra的 模组版的规格 那处理器一样是使用 瑞宇的HRTL 8735B ALT模组 那影像的话 我们是搭配1080P的CMOS Sensor 那影像部分 今年会有一款是 也是1080P的 但是我们的镜头是会选择 是一个近焦的镜头 那待会会给大家看一下 近焦镜头的效果 那语音输入的话 我们是内建Digital的麦克风 然后可以支援SD卡 那Wi-Fi Wi-Fi的部分也是支援2.4G跟5G 还有Bluetooth的BLE 那影像压缩的部分是走H264 265 那AI的话 它内建有蛮多的 有包含人脸辨识 人脸识别 然后物件的移动 还有物件的 YOLO的物件侦测 然后UR界面 我们现在 因为新款 其实我们现在走 之前8735 我们是需要用外界的那个USB转TTL的IC 那这次因为当初我们其实在HUV8735研发的时候是希望是以USB132CAM为一个竞争的对手 那它的它本身是没有外界USB外界UR的所以说一定要透过外部的USB2TDL去转 那但是其实在蛮多使用者在开发上其实是遇到一些问题的包含是一个是电源的问题一个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会发现说好像用起来不是那么顺利 对那所以我们也我们也就是做一些升级跟改良 所以我们现在新的版本是走USB Type-C的界面 那用Type-C就可以更方便的 第一个是一方面是供电 一方面就是更容易debug 然后也把HUV8735的USB 另外一个USBPOL 低震低附的部分也另外拉出来 用另外一个USB去做输出这样子 那LED的部分我们也增加了一个补光的LED 那在夜间的时候其实可以透过PWM的方式去调整这个补光LED的亮度 那Io扩充版的话就是我们的 其实我们牌针都拉出来了 那很多界面其实可以透过 那我们Io扩充版其实就是 因为现在其实市面上蛮多周边的IC的 包含IoMU感测器啊超声波啊 还有语音输出温度侦测震动湿度 还有一些土壤的湿度啊火灾的感测器等等 那其实这些感测器其实都是可以跟IoT 再加上CAMERA去做一些整合的 那我们可以透过AI的运算 加上IoT的一些周边元件的读取一些资料 可以做到更多更多的应用 那这是我们8735的脚位的示意图 那大家有看到就是上面的部分 我们有分两个8PIN 上面一组8PIN下面一组8PIN 就是左右各8PIN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新的模组版 新的PCB版我们有特别做一些记号 就是说像这个我们把它有做白色 就是我们以前8735 8735要插Jump去做骚乌路的地方 那特别标注起来 那避免有些人会插错到这个 5幅跟光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把Reset的按钮 Reset的按钮也特别去把它框起来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8735 Ultra 是多了一个按钮 多了一个功能键的按钮 然后USB Type-C这边有两组 那有些消费使用者可能会不知道说 哪一个是用来做Debug 哪一个是接到IC本身的USB 那我们也用白色的那个Layout的PCB 把它框起来 那是右边这一组 那大概这个我们8735的 8735IO也拉了更多 我界面也拉了比之前的8735多 那这边是会有个补光灯跟LED 然后还有D-Mine 然后我们这边也会有我们的文字面 8735 Ultra的文字面 然后这是我们的SD卡的界面 那CAMERA其实会接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硬体示意图 这边就是刚刚讲的 这是我们的白光LED 那是可以透过PWM控制的 然后这是我们Reset的按钮 这是Function Key加上 UR Download的一个设定 那待会会介绍说怎么样 透过新的8735 怎么样透过不需要他Jump 就做烧录这样子 那这个是USB的OTG界面 就是可以直接通到 模组的低震低附 那这个是我们USB Debug的界面 那这是我们背面的示意图 背面示意图是会在我们的模组上 会有一颗我们的贴纸 那贴纸里面就会有的Model 跟我们的NCD认证 跟我们的MIT的认证 那这个是我们8735 Ultra跟8735的一个比较 那我们SPI界面有多拉出来的一组 那I2C是一样的 PWM也多拉出来的五组 那UI多了一组 ADC少了 然后GPL 就是总共的GPL 一共会有24组 那我们的开发界面 会变得比较更多 那像SPI可能接了一组Panel之后 就没办法去用SPI 做沟通其他的一些 有些IC是用SPI的去做读取的 那我们拉出两组 就让大家可以有更好的 更多的界面可以去做应用 那8735跟ESP32CAN的比较 那我们也是 因为我们PIN角也比较多 那我们的SPI比SPI 基本上每一组 每一个界面都会比ESP32CAN来得多拉 对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PIN定义 是跟ESP32CAN是做吻合的 那也方便大家直接做替换 那这个是AIoT Camel的 我们的三个开发版的一个比较 这就是我们的8735Ultra 中间是ESP32CAN 然后右边是瑞宇原厂出的 Army 8 Pro 2 Mini 那比较的差异就是我们的 第一个是我们的Ultra是走数位麦克风 那ESP32CAN是没有的 那Mini是走类比的麦克风 那按键部分 我们Ultra已经新增了功能键 那ESP32CAN只有Reset 那Army 8 Pro 2是 它也是有功能键跟Reset线 比如它功能键好像就只能拿来做 骚入使用 那我们的功能键还是可以拿来做一般 实际上应用的使用 那USB的接口呢 我们采用的是USB Type-C 那ESP32CAN就是还是需要 跟我们以前8735一样是走 外接的USB2TTL 那Mini的话的话 它是走MicroUSB 那我们这边已经使用到 现在欧规比较认真的Type-C了 那补光LED的话 因为夜间效果 大家之前也有人反映说 夜间好像比较不清楚 那当然是可以从外部去接一些 透过IO去接一些其他的LED补光灯 但我们这次把它直接内建在里面 那ESP32CAN也是有内建一个白光LED 那阿米8就是没有 这个是没有内建的 那烧录IC的话 我们就是已经有内建烧录IC USB的烧录IC 那ESP32CAN就是要外接 Mini也是有内建 那脚位的话我们是32Pin 但是我们体积其实比30Pin的还要小 那无线的部分 我们是2.4G跟5G 那这部分跟Mini是一样的 那ESP32CAN也是有2.4G 那影像处理器我们跟 那个Mini都是有内建ISP 内建NPU 那尺寸的部分其实看起来我们 我们比ESP32CAN长一点 然后但是我们整体是比Mini小的 那昂归的部分我们有过NCC FCC FCC报告这个月底应该就出来了 那ESP32CAN是有过FCC 那Mini这个模组本身是没有过的 那产地的话 因为两个都是采用瑞宇的IC 所以我们的台湾晶片 但是8735Ultra 从板子到晶片都是台湾制造的 那Mini的话 IC是中国制造的 但是它是台湾的晶片 这个是我们NCC的认证的一个证书 那我这边介绍几个Ultra的优化项目 我们可以 所以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烧录跟证错 我们可以直接透过短按压注功能键 跟短按resert键进入download mode 那就不需要 但是我们仍然有保留的短路这个 3.3伏跟bootpin的一个方式 那这一个好处是说有蛮多消费 之前8735的使用者反映说 它jump掉了 我们有付的 之前付的jump掉了 那他就说 那他就不能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烧录了 那手头如果没有杜邦线的话 他就 他一定要等到有杜邦线跟 或者是有其他的jump 转录这个东西的时候 才可以进行烧录 那为了解决这个 我们再次的升级改版 第一个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功能键 跟resert键 那其实这个是也是 我们也是参考各 就是也是参考了我们原厂的设计 原厂其实也是有一个功能键 在特别 那也是只要短压 长压跟短按resert键 就可以进入烧录的模式 那我们就是把大家好的地方都集合起来了 这样子 那这个 这一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也不需要 透过USB-C 那个Type-C的cable 我们就可以直接透过电脑 或者行动电源直接给我们板子电 那以前的方式就是你一定要 把5V跟光 然后用杜邦线去接电 那接电之后呢 就会 第一个受限于说我们的杜邦线的长度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的接电 你要接到电脑上面 所以这个整个的受限的距离是比较短的 那你要你要造一些东西啊 其实都不是很方便在开发上 对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我们是直接透过USB Type-C就可以直接给电了 那我们也可以 你在使用上开发上是 第一个距离也比较长 比较好使用 那我们也是可以透过 行动电源直接给电 当你今天开发完了 你要做一些架设啊 或什么之类的 其实给电的部分也很方便 不会像之前一样 就是一定要透过 助邦线去 外接 跳线 接电源 这样子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透过Type-C 直接做烧录跟侦测 不需要再购买市面上增置不齐的USB Type-C 因为市面上的太多了 包含有一些CP2102啊 然后CP210几 那那些的速度都很比较 稍微比较慢 有些也比较久了 那很多在我们的Arduino上面 已经最快可以支援到两枚的烧录 那他全两枚 另外第一个上会在Arduino上面造成说 他的沟通失败 然后造成烧录失败 然后或者是说 根本就烧录不了 一开始就烧录不了 那拔降速的话 就是烧录会变很久 那现在已经内建了CH340的IC 那他也是支援两枚的速度 那我们烧录的时间也会变更快 那第二个就是优化 第二个优化的项目 就是我们也多了一个功能键 那功能键除了做烧录模式之外 也可以做一些功能的使用 包含说像拍照啊 录影啊 开始停止之类的 因为原本的话 我们像8735的内建的 录影功能或者是拍照功能都是 一开机就拍一张拍一张就结束了 那我们多了一个功能键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触发的使用 我们可以自己定义说 什么时候开始录影 什么时候开始停止 这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减少需要购买外部案件 跟跳线的麻烦 那第三个就是内建一个补光灯 那左边是我们室内未开灯 但是没有补光灯的画面 那这个时候辨识其实是 还是其实辨识的到 但是它会时有时无 大概有的机会比较少 没有的机会比较多 那室内如果没开灯 但是补光灯 我们补光灯打开的情况下 虽然就没有到很亮 但是其实对于辨识来说 它是会相对的比较容易一点 对 那补光灯的亮度 我们也可以透过PWG做控制 那如果你发现比较暗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再调的更亮一点 那除了我们HUB 8735 当原本的一个远焦镜头 标准镜头 标准镜头我们大概 对大概的距离大概是30公分到无限远的距焦 那这次我们也提供了一个选购近焦镜头 然后可以对使用者来说 可以做一些近距离的辨识 那因为说很多人有反映说 他希望做一些IC的 比如说生产的一些IC的辨识 比如说不良率的辨识 那比如说IC这个零件可能没有上 或什么之类 他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但是如果说用原本的远焦镜头的话 其实效果不是很好 辨识的结果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这次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尽焦镜头 那这边是一个大概给大家看的 距离大概是大概5公分上下的一个镜头 那只是说尽焦镜头 其实在应用上面 蛮多不同的应用上 会有不同的距离 那我们希望这边的 我们希望抓的镜头大概是5到10公分左右 是比较稍微比较清楚的 大概5公分到7公分是最清楚的 但是随着距离拉近或拉远 其实会变比较模糊 那这部分也是希望说 如果有机会跟 大家有建议说 大概一个怎么样距离的镜头 是最适合的镜焦镜头 那这就是这个 上面这三点就是我们 三点加上一个镜焦 多一个镜焦镜头 就是我们HUB 8735 这次Ultra的一些优化的项目 然后镜焦镜头 当然也是可以用在原本的 HUB 8735上 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介绍说 开发环境建制 那之前其实有建 有写比较多的建制 是包含Standard SDK Arduino跟AT Command的部分 那Standard SDK 因为原厂其实没有特别 在继续履歷史这个部分 所以而且大部分的使用者 其实都以Arduino为主 所以我们今天 这还是以Arduino为一个 主要介绍的目标 那Arduino IDE 其实现在是 我们要安装1.8.19以上的版本 它还支援外部的 外接的外部的一些板子 那目前最新版本是2.3.2 这边是有官方的下载网址 那Arduino IDE本身呢 也是有一些bug 但是大家在使用上 可能说 我们在打开的时候 它可能 就是 它跟你显示 你有选到开发版 但是 它的example里面是没有的 那这个是IDE本身的bug 那这个时候 这样2.1 这应该是2.3.1的bug 那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要重新 把开发版选到别的 再选回来 example才会出来 那这个也是在很多 之前在2.3 release2.3.1的时候 蛮多 Hub 8735的一些 就是使用的 有询问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2.3.2 已经解决掉这个问题了 但是 ID本身相对 是 我们这边测起来 是相对比较稳定 只是可能 还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你 关掉之后 下次再开 好像又不是上次 最后关掉的 等等的一些小问题 但是其实不太影响开发了 那这边是资源的作业系统 如果是Win7的话 要用1.8.9 但是 Win10跟更新的 其实就可以直接升级到2.3.2 那 Arduino也支援了 Windows Linux跟Mac的OS 那这边呢 我们 开发环境建制 就是下载完了 我们的2.3.2之后 怎么样去找到我们 HUB 8735 Ultra的 Arduino SDK呢 就是我们在Arduino ID 打开选单 档案 跟编号设定之后 我们在 开发管 开发版管理员的网址输入我们的 在 HUB 8735 Ideal Hatch的Github网址 里面的 HUB 8735的一个 JSON档 那这个部分 把这个 把这个连结 添到我们的 那个开发版管理员网址之后 按确定 这边补充一下 那蛮多 蛮多 蛮多 我们有一些 一些使用者 就是在 Arduino安装完的时候 发现 其实质很小 那这个地方 也是可以透过 喜好设定的时候 把编辑 自己打 打开 变大 那刚刚 我们说到说 填完 按完确定之后 我们到工具 工具的 开发版管理员里面 那开发版管理员 现在新的 2.3.2的界面 就会 直接在 Arduino ID的 左边弹 跑出来 但如果是1.8.9 会另外弹出一个视窗 叫你做 开发版的 选择 管理员的选择 这样子 那我们在 开发版的 这边搜寻的地方 打上HUB 8735 或者是 Ideal Hatch 都可以搜寻到 我们的 8735的 SDK 那目前最新的是 4.0.10 的版本 那我们点击 安装之后 就可以安装了 那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 一样从开发版的部分 我们可以找到 Ideal Hatch的 开发版 那里面会有两个版 一个是HUB 8735 一个是HUB 8735 Ultra 那 基本上 这个 我们就是按照板子 去做一个区分 因为PIN角定义 其实有些 我们的 Ultra是PIN比较多的 所以在Define的部分 其实是 配置是跟之前的 8735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 我们 如果还是用8735的 还是可以走8735 那 里面的一些程式 其实是都像龙的 那Ultra的部分 当然有些部分 像 补光灯LED的部分 8735可能就 跑也没有用 但是Ultra的部分 就是会有 补光灯LED的控制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当我们 把Type-C 接到我们的 HUB 8735 Ultra的时候 你跟电脑连接 基本上第一次 安装的时候 系统应该会 自动帮你找到 驱动程式 因为CH340的 像是 算是蛮普遍的 如果大家 都是有在开发 一些程式的话 做一些debug使用的话 那如果没有找到 驱动程式的话 我们也可以上 这个CH340的一个 网址去下载 相关的驱动程式 那驱动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 从装置管理员 然后找到 我们的连接附 确定我们CH340的 这个Compost是哪一个 那找到之后呢 我们在Arduino IDE的 工具Port里面 要选择一个对应 相对应的Compost 这样子是对 第一个是用来骚入 第二个是用来看 我们的序列附件试器 就是我们的debug 那Arduino 其实Arduino IDE 安装完之后 其实它内建了 蛮多范例的 它包含说 一些基本的控制啊 还有一些数位 Io的控制啊 Analog 沟通啊 然后Sensor 跟Display等等的 它有蛮多内建的范例 那也有我们HUB 8735 或HUB 8735 Ultra 里面内建 原厂提供的 加上我们 自己新增的一些范例在里面 那我们先以Blinking 作为第一个 骚入的范例 那我们基本上 开启档案 然后范例 我们去选 可以选 选择这个 Basic里面 有一个Blinking Blinker 那ArduinoID 会弹出一个Blinker的 一个新视窗 那我们可以直接 基本上我们 HUB 8735 Ultra 可以直接做编译 那编译的话 我们有两种 一个是透过 我们的档案 然后选单的 Sketch 然后验证编译 或者直接快速 快速键 就是直接勾这个编译 那编译完之后呢 我们ArduinoID 会在下方的Opt 出现一些编译讯息 那基本上我们用它们 不管是用原厂的范例 或者是ArduinoID 提供的范例 基本上都 可以直接Compiler过 那过的话 它就会说出 我们这边 Built出来的大小 跟一些资讯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编译有错 也是会在这个 输出 这个视窗出口 导出 印出我们的错误讯息 那我们Debug 也是从这边 Compiler的 Built Code的Debug 也是从这边去看到 已经哪边写错 那编译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上传 到我们的8735上面了 那 确认我们的开发版 跟电脑连接之后 我们从选单 Sketch去找 Upload 或者是直接透过上方的 这个 上传按钮 直接做上传 那ArduinoID的 它的上传呢 一定都会先编译一次 再上传 所以 基本上大家 我这边在开发上 我们基本上 就直接按上传 因为编译如果有问题 其实在这边也会直接 会把错误 秀出来 那如果成功的话 就是编译成功 直接上传 那如果您先 先做 先做编译 然后我们再做上传的时候 就变成说 你要 Compiler一次 然后再Compiler一次 再上传 那其实会 稍微比较浪费一点时间 那我们要 确认上传的时候 我们要先确定 HUV873 Ultra 是什么进入 烧录模式 那进入烧录模式的前提 就是我们要先压着 我们的功能键 然后按一下Reset 放开 然后最后再放开 我们的功能键 这样子就会进入 烧录模式 我们可以同我们的 ArduinoID 内建的一个 序列附件视窗 它会在我们的 ID的最右上角 右上角会有个 有个快速键 或者是从选单里面 也可以找到 那检查我们进入 烧录模式的 Message Log Message 会印出这个 这个是原厂 Wonghold里面的 一些Message 跟你说我们现在进入了 Test Mode的 Programming Mode的 一个部分 那记得我们包裂 需要选15200 那蛮多 刚安装完的话 Default 可能是9600 这样子 那上传完成后 会在下方的Option 视窗输出 我们的上传成功的讯息 那这个部分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 环境的一个 安装 包含上 然后编译 然后到上传 那上传完毕呢 这边是提供一个 我们 另外一个开发的方式 那如果说您觉得 按 这个按键 有时候 不是 觉得自己不是很方便 或者是你的 你的 配置上面 比如说你有装一个 机构壳 或者什么之类的 按不到按键 我们还是有预留一个 原本的方式 就是透过短路 我们的Boot 3.3V 跟我们的 第14Pin Boot Mode 就透过一个排针 或者 透过一个Jump 或者是透过都邦线 做短路 然后上电 一样也会进入到 一样可以透过 我们的Debug 看到烧路 进入烧路模式 这样子 然后一样还是可以进行烧路 那我们要接下来 我们就是执行 Blink的范例了 那我们烧路完之后 直接拖 我们的Reset键 那如果是采取 刚刚短路方式的话 其实把 那个短路的电源 把短路的Jump拔掉 然后我们再 直接按Reset 那Reset完之后 会从我们的 序列附件控窗 看到一些Log的讯息 那这个Blink的范例 主要就是让我们的 内建的 Onboard的LED 蓝色LED灯 每一格 每隔一秒都闪烁 这样子 那HUB 8735 Ultra 除了内建的 IDE的内建范例之外 我们还有 那个原厂正式 release的一些范例 以及我们制建的范例 然后这个大概在这边 那我们会在原厂 制建release的时候 原厂的范例 我们大概我们这边 因为其实原厂陆陆续续 他们新加坡那边 都陆陆续续 有在release一些新的功能 这样子 那目前都是pre-release的阶段 那正式release的时候 我们就一次一并把 所有的功能一起整进来 因为pre-release的时候 在我这边 我们在看大家的留言 有些就是说 这个功能好像 还不是很完整 之类的 那避免说大家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还是会等 他正式把这些功能release之后 我们再一并把它整合到我们的8735 Ultra上面 然后也会有 8735 Ultra也会有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建 制建范例 那这个是里面它内建的一些范例的一些部分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是人脸侦测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物件侦测 它是走YOLO的方式 那现在里面内建会有个YOLO V3 V4 还有V7可以选择 然后这个是它的LCD点Panel的部分 它可以这个点一个 我们的Panel 这个931的Panel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 这是把CAMOA的画面点到Panel上面的范例 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自己建立的一个范例 是Line Notify的范例 它可以传讯息 传当下CAMOA的照片 也可以传贴图 然后也可以传网 就是URL的照片 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车牌侦测 它可以侦测车牌的部分 然后复刻牌的辨识 然后这边这是我们今年有在做的一个 骰子辨识 那这个辨识待会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做一个案例的分析 然后这个是我们资策会工研院的总指 张育民做的 之前讲义 之前有上过育民的课 应该都有看到 它有几个数字辨识 电表的辨识 还有钱币的辨识 那钱币辨识 因为当初是使用我们8735的部分 那近焦的部分 可能会就是 其实在远焦训练的量够大 其实它的辨识效果也是还不错的 那如果当然说我们这次如果走近焦的话 近焦镜头的话 这个硬币辨识 我相信一定会变得 我们不然从画面上看起来 跟辨识度来说一定会变得更高 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 辨识大数位的Kevin做的手势辨识 那这部分他有做一些 做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就是猜拳的一个游戏 然后在这个游戏的案例 也是在我们的IDLH的案件分析 案例分析里面 那Arduino的一个开发 就是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开发很方便 然后不受 比较不受环境的限制 就包含我们在Windows 然后Mac或者Zinus都可以 那编程也相对的比较简单 那它也有开源跟很多元的扩展软体 然后线上资源比较丰富 就可以从网络上 其实可以找到很多 不管是ESP32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那个其他的那个IoT的板子 走过Arduino的 其实都蛮多范例的 包含一些灯具啊 或者是门铃啊等等的 蛮多人有做这样的应用 当然都可以搭配AI的部分 做一些整合 那缺点就是我们它的底层原始码 会比较不容易搜寻 那有部分的API其实 不太好修改 或者是要透过原厂的 才能做一些改变 做一些修改 那这边是IDLH的 的一些的我们的Github的连结 那包含一些最新的release啊 如果要找一些资料 其实可以从这边上面去找 包含我们的 之后我们把 8735 Ultra的一些 文件啊 也都会放在这个上面 那这边是原厂的 AMB IoT的一些连结 因为我们基本上 我们除了自己的以外 原厂只要有更新 我们会一并更新上去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一个 一个我们要分享一个 就是我们的骰子试别的 一个分析案例说明 那刚刚有看到一个效果 那这个时座分享呢 第一个 第一个是开包环境的介绍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训练 自己的AI模型 然后第三个是怎么样 把自己的训练好的AI模型 转化成HUB8735 或8735 Ultra 所相容的格式 那第四个就是 透过Arduino范例 整合我们自己定义的 一个AI模型 那最后一个就是 分析我们辨识的结果 然后并把分析结果 显示在1602 或者是网页 或者网页 或者是RTSP的streaming上面 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案例 那这个就是 我们把8735夹在这边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电源线 然后这边是我们外接的 透过I2C去点了一个 1602的Panel 然后这边 这边是我们去买了一个 就是电动的一个骰钟 那这边没有 我没有照到它的按钮的部分 那其实它这边是会 可能在这边有个按钮 那我们是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 它也没有个马达 会让这个骰子这样子 绕着这个边边旋转 那停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 会把这个讯息 送到我们的版纸里面 然后 直到停下来之后 就可以开始做辨识 然后辨识 辨识结果就是看说 我现在的点数是 一共有六 因为我这边 我们的这个案例 写的我的辨识数量 是以三个为主 那当然更多其实也是可以的 待会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效果 那就把辨识的材质 有辨识出 就透过一些演算法 我们去把 确定说 把材质已经稳定了 然后把点数秀出来 然后加总起来 做一些运算 做一些应用 那开发的话 我们这边先介绍的是 本基端 就是说我们 只用我们自己本身的电脑 来做训练加开发 训练跟转换 那这边又用到了Python 然后VS Code 还有Label Image 这是做标注的 那VS Code是我们做一些 做训练啊 一些的一个平台 然后之前我们 之前会 之前在做转换的时候 我是要用 Virtualbox去做 Ubuntu的一个 Linux的一个环境 去做一个 转换 把我们辨识出来 结果转换成 Binary档 给8735 然后我们使用 StackNet的一个 那个辨识 Accuity Tools 就是我们的 转换的工具 那之后 在后面都会介绍 比较详细 那另外一个开发环境 是我之前 我们在上 就是之前 玉米在 讲解的时候 发现 Google Collab 真的是一个 很简单 很方便的一个 Tool 那我们 在使用上 我们只要有 Google 账号 然后 有人家写好 有一个叫案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做 把一些 这些事情都 把叫案 比如包含 Label 然后包含辨识 包含转换 我们全部都用 Google Collab 可以做一个叫案 做一个 执行 好 那标注资料 其实 是一个 蛮 蛮辛苦 但是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使用 蛮多的标注的工具 那包含 Label Image 跟Label Image 等等 那我们的案例 会使用Label Image 的部分 那这边有一个 安装的一个路径 然后 这边也有一些 教学的说明 好 那第一个就是 当我们下载完之后 我们要把 Label Image 打开 然后开启 我们需要训练的 图片资料夹 框选图片中 所需要的 识别的物件 然后命名 把它命名出来 然后储存我们 框选的资序 这是标注资料的 一个简单的 一个大纲 好 那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要做 骰子辨识 那我就很单纯的 我们就做了 我就拿了 近焦跟远焦的镜头 各别照了几张照片 包含 比较远的 12356 然后比较近的 12356 跟中间距离的 12356 然后6 可能我们就 稍微想就 换一点角度 就多照几张6 那一共有21张照片 然后分别命名为 不同的 就是知道自己代表的意思 这样子 然后我们 这个是Label Image 打开的画面 然后我们选 Open 打开资料桨 那这个 这个 再补充说明一下 我们Label Image 安装的路径 不能有中文的 因为 它这个Tool 是你只要有中文的路径 你的安装路径 是有中文字的时候 Label Image 其实打不开的 我不知道其他的版本 至少我下载的 这个版本会是这样 对 然后这边我们就 开始把我们 刚刚21张照片 一个一个框 框起来 那21张照片 我就框个21去 那 那骰子 比较简单 就是骰子 就是六面 那六面就是六个物件 12356而已 所以我们这样21个框完 就可以 就把 基本上我们的标注资料 就已经做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要做训练 那训练的部分呢 我们是走 Ducknet的训练模式 那我们这边是Ducknet的 一个安装的部分 那你可以下载Ducknet 然后 跟 从这边下载Ducknet的 资料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Ulovis的训练模型 那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进入这个 Ducknet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我们要修改 我们的Tiny的设定 我们先复制这个 就复制这个 它里面内建的Tiny Customer Config 然后我们把它改到 存到根目录 并改成叫Ulo Tiny Dice 的Config 然后修改里面Config的内容 那其实 训练的部分 大家 蛮多 蛮多 不管是种子啊 或者蛮多前 先就是业界的前辈 可能对于这个训练来讲 其实都是已经很熟悉了 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比较 想要刚进来了解 AI这一块的 那这边就是介绍一些 比较基本 该改的一些部分 那包含是说 我们在Ulo的部分 Clasis的数量 我们要改回成6 因为当初这个Tiny Customer的 就是For Yolo的训练 所以它基本上 它的Default只是80个 80个种类 那我们要换成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种类换成是6 那Config里面的 最后那个 的Class的 那个跑的次数呢 我们修改成 就是我们的种类数量 乘以20 来乘以2000 然后Steps就是 它的Steps有两个 那我们就是建议是 这是网路上建议啦 网路上建议是 大概是乘以2000 然后一个是 Max Batch的60%跟8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案例来讲的话 就是是一万 跑一万两千次 然后Steps是7200跟9600 然后Yolo上面也有 另外一个Filter的部分 我们要把255改成33 那为什么改33呢 因为它的公式就是 跟个别数去做调整 那公式就是 类别的个数加5 括号 所以我们的就是 6个类别 所以11.3是改成33 这个会有两个部分要修改 那也有 如果有人觉得 譬如说比较习惯 不习惯YoloV4 习惯用YoloV7的话 一样可以去下载YoloV7的 预训练模型 跟YoloV7的Config档 那部分 它的修改部分 其实跟YoloV4差不多 那其实 就可以参考上面修改的部分 那只要修改这几个 基本的功能 其实基本上就 可以开始做训练了 那当然还有一些 更进阶的 包含一些角度啊 颜色的亮度啊 或者是彩度的变化 有一些比较细微的部分 那就对大家 可以自己去做训练的时候 做一些模拟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训练之前呢 我们需要有一些 训练的参数档 那我们这边 在我们的内建 自己 自己透过我们的电脑 去做训练的时候 我们没有透过Collab 我们就要自己新增一个 test.names 然后把我们的 label image训练的 所有类别写在下面 那我这边训练了六个 那我当初定义的名字 就是123456 就是我们就会把它写在这边 写在test.names里面 然后新增一个test.data test.data里面 就是我们的classes六个 然后chain的档案名称 是chain.txt filed的是test.txt 然后这边是注解的 然后一个names 是我们的 全面这个test.names 然后还有个backup 就是我们最后产生的 权重档会存在哪个地方 那这一个就是他 所以训练的时候带进去 我们就 data训练的时候 需要带进去的一些 data参数 所以我们这边会定义 把包含训练的路径啊 还有一些 test的照片啊 照片路径啊 还有我们的产生档案跟 我们的种类 都写在这边 那第八步就是 我们要复制的照片 就是我们刚刚训练好的 我们所有的训练照片 存在我们的JPEG images 里面 因为我们的训练路径 待会会写到这个 我们就把复制照 当然这个路径不是一定 要照这样子 那这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有了解了 了解这个路径之后 其实是可以自己做修改 自己的想要的路径的 那我这边只是做一个 比较基本的一个介绍 把照片档 放到JPEG images里面 然后把我们复制好的 标注好的资料 就是TXT档 会存到Labels里面 然后这边是要新增一个档案 TXT.TXT跟Chain.TXT 然后里面的内容就是 每个训练图像的档密 那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我们当初有21个 所以你要把这个 你要把自己的照片啊 包含路径写在这个里面 这是我们的 如果我们没有透过Collab做 其实就手动要做这些事情啦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训练了 训练的指令 就是透过Datnet 然后Detector 然后Chain 那这边就是我们刚刚写好的Data 我们都 因为我们把资料全部丢到根目录底下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有一些额外的目录的设定 那我们就是Chain之后 就是我们的Data档 然后跟Config档 跟我们的预训练档 那我带我这台电脑上面的 这是我电脑的显示卡规格 那也比较旧了 那我刚刚那21张照片 我大概训练了14个小时 然后这是我们训练的 最后产生出来的图表 那损失的函数大概就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这样 然后训练 训练完之后呢 它的权重档会存在backup里面 那就是会有一个final的权重档 那因为我们刚刚的 我尝一下 我们刚刚的测试 我们是12000次 那如果大于1万次的时候 它大概是每1万次会存一个 除了last以外 它每1万次会另外再存一个权重档 所以我们你在backup里面会看到一个 如果你训练完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1万 然后一个final跟一个last 那如果今天是不到1万次的时候 假设你今天种类可能只有4个 那可能8000的话 它就会有 它会每1000次存一个 所以就会有12000 3000、4000到8000 这样子 那我们通常假设今天没有训练完 我们会留下 它会有一个last的训练档 我们可以拿那个last档 再继续做训练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透过一个测试的指令 刚刚做训练指令 那现在我们测试 我们刚刚训练出来的 我们产生的那个final的档案 来做照片的训练 一样这是训练指令 Ducknet Detect 然后一样是我们的config档 然后这是我们刚刚backup里面产生的权重档 然后这是我们的照片 那我们就发现 我这个照片1号1点 就是蛮 真很清楚 99%的可能性是1 那大家想说 那测试应该就OK了 那我就拿来去做更多的复杂的骰子行为 就发现 那我们现在再照1 然后不然是2跟3 辨试结果其实都很差 像这个四个1在一起 它就把它框起来变成4了 然后这边的其他部分 3啊2啊2也变成3啊 3啊 然后其实辨试度都不是很高 然后像这个全部都是黑色的 其实辨试度也很差 5啊5也变成3了 然后6变成5 然后我发现其实这边只有1跟 单独的1跟4会比较清楚 其他的其实都变得很模糊 就是我训练14个小时 21张照片的结果 那好 就以21张画面来讲 其实在多个 多个统一骰子 以及复杂的骰子画面 其实非常非常的失败 那2356就是辨试的不是很清楚 然后如果说你整个画面多的时候 它辨试的骰子数量也很少 所以呢 那这个就等于这个14个 这一次的14个小时就是 说就是白花了这样子 那就觉得啊 这是训练完都发现 这个是一个蛮可惜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呢 原本想说单纯1,2,3,4,5,6 应该就 就可以辨识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照片的复杂度提升 然后2点的部分也好几个 然后3点 4点 5点 6点 都很多个 然后还有 比较 长 搞错 就是2跟3 2跟3的部分也很常搞错 就是我们就 去 做一些比较大量的一个 各个角度的一个 标注 这样子 那一共这边 一共有68张 包含原本的21张 加起来一共68张 然后呢 就开始辛苦的部分 就是要一个一个开始标注了 这个 这个辛苦的路是漫长的 然后那 在训练 标注的过程 你也是想说 啊 如果训练出来 会不会跟上次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 你就会觉得可能 会很 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 但是我们就 还是这个 还是得训练啊 然后我们就把 该标注的地方 我们基本上指框 因为因为骰子在 骰中 不管是骰中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你都会有 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一些 可能性 包含你会跟旁边的接触啊 或者是旁边没有东西啊 之类的 所以我们 基本上我框起来 我大概就是会把 以骰子中心为 框起来 那 包含不同的面 我也会稍微把它框起来 因为 在辨识的时候 其实很担心说 今天角度的部分 会不会变成说 这边辨识到一个 二 辨识到一个六 所以我基本上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把 我可以看到部分的 我就把大概 大方向都框起来 以免说 今天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 他认为 这两个 那这边有 有68张照片 那每一张照片 可能都有 超过 超过八九个以上的 的框架 那你就要一个一个 开始慢慢框 然后 做一个比较辛苦的工 好 全部 当我把这68张 全部框完之后 那 就不想要用自己的 电脑再去做训练了 所以 因为电脑 电脑实在是 训练太慢 所以我们就 采用 Colab的方式 那 Colab的安装 有 方式在这边 我再跟切拉介绍一下 就是 我们可以透过 云端 登陆自己的 Google 账号 云端硬碟 然后 点击更多应用程式 然后搜寻Colab之后 就可以下载到Colab 或者是 基本上 你今天有Colab叫按 你打 Colab叫按点开 也会自动帮你做安装 那Colab安装完之后 它就帮你连结到 你的云端硬碟 那 我们这边之后会有 下午的实测 实地训练 其实就会把叫按 分享给大家 那 这边我先把 我们就快速把这个 叫按的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透过这个 Label Image to YOLO Pre-Processing的交按 但 这个也要 谢谢域名之前的 分享 那他之前的 交按 他之前的 方式也是用 这个方式 做交按 那我们这边就 以修改他的 修改他的一些 资料 然后去做 Colab的 使用这样子 那 一样我们把 刚刚的照片 先存起来 我们他会有一个 就是我们把它存在 Data里面 然后我们交按 有一个 交按其实都有一些 固定的一个模式 他算是 我们也可以算 他是一个 把它一个 做一个模组化 那你当然 你以后未来要 不管你要训练 是哪一种 东西 其实你 用一样的 模组的方式 把资料 不同的照片 放在不同的 资料夹里面 去修改叫按 其实 就可以直接很轻松 的去做一些 就是产生一些 档案啊 或者是做辨识的部分 那第一个 这个交按 其实就是用来 把我们刚刚 手key的一些东西 全部自动产生 包含我们的路径啊 等等等 好 那产生 全部产生完之后呢 就是要做训练 那训练的部分 这边也是 也是另外 我们就是开了 另外一个交按 那当然 大家之后 可以把它 整合在一起 那当然 整合在一起 就是会一个 一个交按这样子 那第二个 就是我们训练的部分 包含先安装 我们的Ducknet 然后在 接下来就是做 一些训练的部分 然后训练完 它这个训练是会 透过云端空间 做训练 因为这个是Google 会分配给你一个 云端空间 云端的GPU可以使用 然后透过这个交按 我们跑 也是可以 就会产生我们 一样会产生到 我们需要的 Tiny Dice的 权重档 然后产生出来之后 我们再用 这个权重档 去分析 刚刚比较复杂的 一些照片 然后我们看 这个照片结果 在这边 所以所有的E 都有标出出来 然后2跟3 其实也很清楚 都标出的 蛮明显的 然后全部都黑色的地方 也是标出的 很清楚 然后这边是综合的 包含E 有红色 有黑色的部分 你看起来 虽然有蛮多重叠 重叠的部分 但是看起来都 辨识的是很清楚的 那这个 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就是啊 就是可以继续放 比较放心的 继续做转换啦 那这一个68章 在我在collab 透过 透过Google的云端 去做辨识 大概花了 大概三个多小时啊 那到第一个照片 比较多 但是速度却比 我之前用我自己的电脑 才快了很多 对 所以大家就是collab 其实是 真的是蛮方便使用的 好 那这个优点呢 就是 透过collab 他用Google提供的GPU 来做运算 速度很快 然后对本身电脑的 要求也比较低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 自己编写 跟修改指令 然后让整个训练模式 训练的方式模组化 第三个呢 就是教学容易 如果你今天 是要做一些课程的教学啊 或什么之类的 你很难让大家 也不见得让大家 可以这么容易的 在自己电脑上面 做那么多安装 因为每个人的电脑 可能比电脑上面 可能有些人不见得 有这么强的效能 去做 像一些文书机啊 之类的 可能没办法做一些训练的部分 那缺点呢 就是每个账号呢 都只有 每天的免费的几个啊 这个一个两个 一两个运算单元 那那个运算单元用完 大概就只能 就你要切换账号 然后把我们的训练结果 重新再训练 或者是你要等隔天 有机会会再放给你一个 放给你几个运算单元 然后 你才可以用它的GPU运算 那不然它GPU用完之后 你就只能用CPU 用它给的就是CPU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缺点是 每次下载使用工具 包含Darknet啊 或者是我们要做 辨识的Accurity Tool 那你每次打开的时候 因为当你被踢掉之后 你下次再进来的时候 它又可能重新分配一个 新的GPU给你 那你可能又 就是 又要重新再下载一次 那你 就是会 这个是 会重复占用到你GPU的一些空间 那第三个就是说 当你运算结束 像有时候我们可能要跑三个小时 你 如果你没有在时间 你没有在那个地方看的话 你 比如说你 你就放着去睡觉 你隔天起来可能 它就把你踢掉了 它踢掉之后 假设你今天没有做资料储存的话 那 你的资料就训练 训练完都 它就不见了 所以 要么就是我们自己要 就是在训练结束之后 要先 因为它 Collabor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全部执行 那就是它会 依序的往下执行 就是你训练完之后 你就下面一个执行 就是把我们训练好的资料 存回到我们的 云端 自己的云端硬碟 就是Google 你自己账号里面的云端硬碟 这样子的资料 就比较不会遗失 那或者是就是你 可以买Collabor Pro Plus 它的一个最新的升级版 那它就是不会把你踢掉 那我这边本身是用 没有到Plus 没有到升级版 但是我没有买一个 是最少 它是有 一个月有 100个运算单元的 那一个月 就大概300多块 还OK 那我这样训练完 大概用掉了 八九个运算单元吧 对 那接下来就是AI模型的转换 就是我们训练完这个权重档 就是用来刚刚 辨识出这个权重档 一个Final的权重档 那接下来辨识完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转成 是8735可以辨识的Final 那有两个方法 那第一个方法 之前其实有 这边就之前有提到了 一个透过瑞宇的官网线上转换 把我们的权重档 Config档 还有我们的资料压缩档 我们的照片资料压缩成ZIP之后 寄给 透过瑞宇的官方网站 把它上传 然后上传之后 可能等五到十分钟 原厂就寄回来一个Binary档给你 那那个Binary档就是可以做 可以导入 然后直接做辨识的 那另外一个 如果你说就像你对于AI模型 有保密问题的话 我们之前有提供一个文件 去做AI模型转换的文件 那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因为 因为他当初这个文件 我们没有把 我们有把Tool的名称写出来 但是没有把实际的连结也写出来 这样子 因为他还是有一些 他在Github上面 然后所以呢 这次我们就把 怎么样转换成 把AI file转成 Ideahed的Binary的地方 也写成了一个Colab的教案 那包含他下载的部分 跟 如何转换 然后不然他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部分是导入我们的模型 第二个是量化模型 第三个就是把模型转换成Binary 那分别有三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 也写成了一个 Colab的教案 那执行这个教案之后就 包含 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些东西要设定 那设定的部分 其实当初有写在 我们的这个辨识的文件里面 那透过这个教案之后 我们就可以产生出一个 YOLO V4 底线DICE的NB档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 辨识90%以上的成果的一个 8735 Ultra的一个Binary档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Binary档 导入到我们现有的一个 Arduino的辨识结果 那我们 因为对我们来讲 这个就是物件辨识嘛 所以我们以 它的物件辨识的方式来做修改 那我们把 我们就可以打开 它里面的NN Object Detection Codeback 来导入我们的Size的侦测 把我们的转换好的YOLO DICE.NB 复制到 模型储存的资料档 那Windows的安装路径呢 这是Arduino IDE的路径 它会在这边 但是这个APP data是一个隐藏档 所以大家都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 这些资料说要去查找 会比较不方便的部分 它藏的其实比较深 那我们会把 我们要把包含 因为原厂的一些 预训练好的一些模型 其实也都存在这个里面 那我们今天 我们要做一些替换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我们 编译好的一个模型 也要放到 对应的位置下面 这样子 那当然现在原厂 有release一些新的 就是可以放SD卡 那这个当然是 之后如果它正式 已经正式release的时候 其实或许就不需要这么麻烦 我们只要把这个档名定好 放到SD卡 然后把我们的模型 我们的那个 Arduino的设定 把它选成是从SD卡去low code low模型 其实就更方便 那当然这边是比较之前的 那我这边还是把插局去讲完 那这是Windows的路径 然后这是Linux的路径 那Mac的路径又更麻烦了 它需要按 它需要在 这边我没有特别写到 它需要在资料夹的情况下 按下 按下一些特殊键 然后才会出现一个 叫做Library的资料库 它的悬单才会多弹出来 一个资料库 那你要从那个资料库里面 点进去才可以找到 Arduino的安装的一些资料 那这个当然网路上也找得到 对对对 那这边我可能就没有特别写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替换原本的模型 这边就是我刚刚的 这个CommonNNModel的 就共同的一些 NN演算的模型 它这边包含有些人脸侦测 人脸识别 还有一些声音侦测 YOLO V3 V4的模型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 Dice.nb替换 把它修改成 YOLO V4 Tiny.nb 就是它原本的这个 那我们可以把原本的先 另外改个名字 因为它可能 你如果之后要用到原本的话 你必须还是把它 还是需要把它改回来 或者是你要重新下载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就我们把模型已经替换掉了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替换掉 我们的物件种类 那现在呢 原本的YOLO Object Detector 是有80个种类 那现在我们 因为我们的骰子 我们就六个 所以我们把原本的全部注解掉 然后用一样的架构 然后我们把它 把我们的六个标注出来 那它的index从零边到五 那但是我们的文字 我这边就没有写英文了 我就是直接写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是field 就是你要不要把它做 就是做一个筛选 那基本上一就是都打开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从Object Detector 的Codeback的loop里面 可以得到 里面会有一些 我们辨识结果的部分 那透过演算法 我们可以去确认 骰子的数量 跟累积次数 来确认骰子是否停止 然后搭配1602 来显示目前的骰子的点数 然后计算一些总和 那或者是透过网页的方式 呈现影像跟点数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呃我们的一个范例 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一样 呃我们造的是 这个骰子里面的 然后这是RTSP显示出来的 然后这是我们1602点出来的 那这边是 这边一样是接电源 那那当然也可以说 这是我们可以通过网页的方式 把它框出来 那当然我们像这个应用啊 简单来说 我们 我们就不提倡说赌博啦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 类似大富翁的感觉 你可以 我们知道骰子 骰出来的点数之后 可以做 那你网页能力要 要比较厉害啦 那你就把它 可以做一个大富翁的感觉 那实际上的 有一个实际的一个骰子 就比较没有那么虚拟化 那你也可以透过按那个 呃我们的骰中的按键 然后读到资料之后 去做一些 一些一些其他的应用这样子 好 那这边就分享一下 我这边录了几个影 录了一个影片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没有照 没有照影片 没有照到那个 呃 呃 影像 我就直接给大家看 这是一个碗嘛 然后 我分享一下这个影片 嗯 嗯 呃 有在 有看到这个影片吗 有 哦 好 那就要可以辨识到521 然后离开的时候 我们就读到没有三个的时候 就把它重置 然后在146 然后 这个是114 那这个是因为 可能位置稍微移一下 才辨识的到 对 大概是 呃 以现在这个辨识的结果来讲 我这边实测大概就是 至少有98 95%以上的辨识结果 那这个只是我用68张照片 包含21张 其实没什么用的照片 严格说起来 大概就是47张 比较复杂的照片 就确立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当然这个部分 呃 如果我像 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的 包含 不管是背景 跟 呃 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 呃 你的使用场景啊 因为我们这边是直接在 呃 我们的桌面上做一些拍照跟应用 那但是 其实这个建议是在 真正 就是你今天真正要做一些训练的时候 建议还是会在真真真实的场景上 做一些拍照的部分会比较好 那 最好的拍照也是用 呃 直接用我们的 8T35 Ultra 来做一些拍照 因为 他拍照出来的东西 然后自己来做辨识 因为他的camera镜头影像辨识 来讲是最 最好的 那如果就是你找网路上的一些 网路上的一些很多照片 其实也是可以辨识 只是 那可能对他来讲 不见得是那么的 准确 那这个应用来讲是这样子啊 但是 毕竟自己拍照来就还是比较复杂 那网路上资源其实还是比较多 包含你要做一些 比如说猫狗的辨识啊 猫狗种类的辨识啊 你不可能自己去找到那么多猫狗 还是会用一些网路上的这些照片 那这个也是 无可厚非的 但是 如果可以 比如就像我这个骰子辨识 最好 最理想的话 就是我就是 以一个骰中架好一个角度 然后 放很多骰子 那背 可能背景是绿色的 底部是绿色的 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拍了 可能也要很多张 然后再一个一个框 然后做辨识 那以同样的环境 同样的背景 做出来的照片加辨识 我相信对辨识结果来说是更加分的 对 那这个部 现在 我的分 我今天的这个案例分享跟 环境架设 还有一些 我们8735 Ultra的介绍 大概就到这边 对 谢谢大家 好 谢谢Howard 那我们现在是Q&A的时间 就是大家可以举手开麦克风 或是在留言区进行留言 然后我可以帮大家一起问问题 然后再麻烦Howard 帮大家回答一下 好 让你们请林芝栋 这是中部基地的林芝栋 来 问一下问题 对 Howard你好 你好 有听到的声音吗 有有有 我是中部之号基地自动 那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厂商 他有用这个8735去做一个 一个药材的辨识 只是他的那个对焦的部分 一直都没有办法 就是说可以去伸缩他的镜头 对焦的那个距离这样 那这个部分的话要怎么去解决 就是说他也不需要 这么长的距离去对焦 他想要短距离的对焦 那请教一下这个部分是要怎么去解决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厂商在做人流侦测的部分 那我想问一下他这个人流侦测啊 他这个一次可以抓物件侦测 他可以抓多少个可以辨识到多少个人 人的人数 比如说我进电梯 那进电梯以电梯的空间范围来讲 他一次最多可以抓到多少个人 人数辨识的 以上谢谢 好 我这边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上次在 我觉得是在全国发表展 有看过重要辨识的一个产品 那他是用一个黑色的套筒套住 然后把机器加在上面 然后打灯进去 大概高度可能也有个15公分以上吧 然后 那这个部分 第一个 我们现在新的焦距会比较短 那我觉得最重要辨识来说 其实 因为我不是很确定当初套筒 为什么定到那么长 那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太 比较短距离 其实效果会更糊 以之前那个镜头来讲的话 所以你们应该是尽量找一个比较长的套筒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第一个是建议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新的8730 Ultra 有LED的补光灯 那最好就是 有一个方法就是直接 我们可以先导入 M8730 Ultra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选用 我们是用到时候选用的是近焦的镜头 因为包含我知道 有些中药材其实长得很像 那我觉得用近焦镜头拍起来 应该辨识的效果 应该会比远焦镜头来得更好 那接下来那个套管的部分 其实可以变得比较短 那比较短 比较那个 因为我之前看 就是一个 假设以15公分来讲 是15公分黑色的一个套筒 然后把我们的药材照住 然后按 然后做辨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比较短的套筒 可能是五六公分六七公分的套筒吧 一样是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一样可以我们可以透过里面打灯的方式 然后用8730 Ultra 然后打LED灯 然后去做辨识 这是我觉得对中药材辨识来讲 是一个可以更 我觉得可以辨识更准确 然后也不会像您之前说的比较糊的问题 那如果要用原本的话 那可能因为那个原本的距离 其实就大概27到30公分 才是最好的辨识焦距 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些物件辨识 其实不会那么近距离的辨识 大部分是包含人脸 或什么 其实都会有一定的距离 那针对一些比较细微的辨识 包含PCB版 或者是你说中药材 我觉得其实 PACI35 Ultra 或者是你直接拿旧的镜头 把新的镜头去做替换 也是一个方法 只是说其他的 但是那个距离 就是可能还是要抓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还是 毕竟还是一个标准品 所以镜头的距离 我们是 以我们的镜头来讲 它就是固定一个 假设我们一个近焦 就是5到10公分 远焦可能就30公分到无限远 那如果说要去调不同的焦距 可能要找一些不同的Lens 在另外照上去我们的镜头上面 那就可以 也可以达到你的焦距的变化 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 可以自动对焦的一个 因为如果你要光学变焦 或者是那个话 整个镜头会很大 而且这个的费用也是会比较 比较不像是一个模组 对这个部分就比较建议是找外接的模组 那第二个问题 不好意思 那这样子近焦是直接装在8735上面就可以了吗 也可以 也可以是共用的 我们的拼定是共用的 OK OK好 谢谢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人流侦测的部分 那人流侦测的部分 如果今天走的是原本的 原本的那个YOLO的辨识 因为YOLO辨识本来就有人的辨识 那如果今天只是走YOLO辨识 然后你把其他的80种 你把其他的东西都fit掉的话 那其实因为在 那个官方的一些设定里面 那我记得他目前最大的Maxima是15个 那但是 这个其实是可以从code里面去做修改的 但是也是取决于每一个frame 每一个画面的运算速度 因为你可能这15 这一个frame15个辨识完之后 下一个frame可能就又刷新掉 可能你辨识到了八九个的时候 下一个又重新来跑了 那这边就是变说你每一个 你辨识的时间要长短要去改变 跟里面的Maxima的辨识数量 也要去做修改 那最好的方式是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其实是假设以电梯来讲好了 最好是以一个电梯的场合 因为电梯说真的也 真的可能也不见得有那么多 最多人也可能15个应该也很难吧 除非是真的很大的电梯 那辨识我最好是可以自己训练 以那个场景来继续做一些不同的辨识 因为他的YOLO的Fiat 其实只是把他的OSD关掉而已 他还是会辨识出 比如说假设今天有帽子 或什么什么 他还是会 他还对他来讲 他还是会算一个 只是他不会把他框起来 原本的YOLO辨识 那如果说今天你只针对 只针对人做辨识 你把我们把电梯的里面 你就比如说你把 你就拍几张塞满人 可能这个要拍很多张 要塞满人 然后有人数多 人数少的 做一些辨识 然后或者是在外面 其实用人做辨识也可以 那只是说场景 如果能在电梯 那是更好 对 那建议是另外走一个辨识 不要走原本的YOLO 那如果要把人数放大的话 可能 可能要自己走辨识 自己走人流的辨识 不能走原本的YOLO 然后还有就是内部的设定档 可能也要去稍微搜寻一下 他的那个 其实他给 其实往里面都找得到他的程式 他最大的数量把它加大 然后辨识时间可能要 他现在是一个looper在跑 或者是callback在跑 你可能辨识时间 你要稍微拉长 你不能让他每一个 跑得那么快 因为有可能辨识到一半 你的下一个影像就开始辨识了 对对对 了解 了解 好 那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不好意思 就是说 有一个重点 就是有厂商在问 什么时候可以买 什么时候可以买到 所以应该 我们现在 因为大概五 我觉得五月初 应该就会陆陆续续可以申请了 OK 好 对对对 那这部分可能我们再跟 请知识会那边正式 知识会那边再正式 把正式的时间再公告出来这样子 OK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个留言区有一些问题 想要请他会回答 就是想要请问一下 哪里可以拿到转档范例 转档范例 我这边会把 等一下 转档范例 因为之后 今天晚上下午会有一个实作的说明 那实作说明结束之后 我们这边应该是会把实作的一些资料 都放到 那个IDLH的网站上面 那包含那几个教案应该都会在上面 转档范例 那几个教案都会在都会在里面这样子 好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想要请问现在由支援到 有楼梯到 PiTrash的转换方式吗 这个我在原厂看到是有的 只是我这边没有这样子去做训练过 对 在这个原厂 原厂是有一个 有写说这样子的训练方式 那这个部分 应该在瑞宇的官网上面 它有一个 我记得它有 转换 我没有 这个转换方式应该指的是 离线的版本 对不对 如果是离线版本的话 可能也是可以用我们那个 转档的范例去做转换 因为它 UROVT approach应该也是会产生出 可能是H5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格式 那应该也是可以用我们那个 只是要修改一些 一些设定档 因为我那个转档范例 其实它是可以 它是里面是写说 可以支援蛮多 不同的 包括TensorFlow 然后TensorFlow Lite 等等的 那只是说 因为它有一些是 有一些设定档 是否锐域的 它有一些license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 我还不是很确定说 如果真的有 我们其实可以试试看 这样子 那我目前测试的都是 YOLO V4 V7 用那个转档是没问题的 好 然后第三个问题 就是问HUB 8735 Ultra 跟一些 跟Camera那些 就是俊亮有帮的 有回答 就是说我们在5月 会正式上架 HUB 8735的Ultra 那5月中大家就会 就可以开放购买 然后借时再请大家 再上iDF Hatch 会再通知大家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 在HUB 8735的使用时 如果同时又有使用 Amibar AMB82的mini 很容易出现 它会有一个出现 一个是 Amibar Pro 2 跟Directory HUB 8735的Ultra 然后他就说 我已经点 我已经点开了 我想问一下 Mero 您是指说 因为这个网站 它是说 它是写说 它编辑错误是 这个通常 这个问题 其实是因为 我们8735 也有可能会遇到 这样的问题 因为这个应该是 Arduino IDE的问题 因为你可能 它就是说 你之前在 我们在 我们在更新版本的时候 它会把旧的SDK删掉 但如果说 你今天有些档案 比如说你档案 你开的一些档案的时候 它的资料夹 就会来留着 然后它 比如说今天一个进版 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4.0.10 那之前4.0.09 里面有个档案 卡住的时候 它那个档案删不掉 所以你的 资料夹里面 会有个4.0.09 然后加上4.0.10 所以你compile的时候 它就跟你说 会 这个 它只支援 一个SDK Please check again 就是代表说 你里面有两个SDK的目录 那其实就把另外一个目录 把你要删掉 目录删掉就好 因为 就是变成Arduino IDE 并没有真正的把 那个 旧的那个 那个SDK 完全删除 虽然说 它看起来 其他都删掉了 但是没有把那个 目录删除的时候 它在compile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 这样子的问题 那如果新的8735 其实 如果你今天在移除的时候 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它可能还是会出现 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 这个是写在 一个ESC档里面 他们会去做一些 做整理的时候 去做的 那这个部分是原厂 一个ESC整合 是原厂那边写出来的 那 删除档案是 那个Arduino IDE那边做的 那其实这个问题不大啦 其实你只要把 那个资料夹里面的那个 呃 另外一个SDK删掉 其实就可以了 大概 大概 我 我知道的问题应该是这样子 那把我这边解决的方法 也是这样 那我在8735上面 其实我是没有遇过的啦 对 因为我这边都删 都会确定有删掉 我再去装新的档案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刚刚之前也有回答问题了 那我们 Q&A 请问一下 还有大家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 呃 就来一个结语 就是今天的说明会 就是相信大家收获满满 然后也有更深入了解 Harvard8735的Ultra 那我们也在跟大家 刚刚这边有跟大家宣传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在北部下午的时候 会有 呃 我们的食物training 那中部厂是在5月7号 塞中心大学 南部厂是在5月23号的高雄软体科技院区举办 那小贴的资讯 欢迎大家自Idea Chat 出我们的Facebook的粉丝专业进行参阅 那再提醒一下 今天下午有参加我们 北部的食物training的与会者 我们今天恰午一点半会开始报答 那两点会准时开始 那今天的身上说明会就到这边结束 那谢谢大家的播控历历 好 我们的会议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 也谢谢郝伟 谢谢大家 谢谢